Rex 哈喽 可不可以叫你冬冬 搞我是吧 为什么你从阿汉布拉搬到了尔万 因为留学生都往那边走 我那会儿19年18年 华人区很火 Valley这边 现在朋友们全去尔万了 问题是why Ate 里面 继续 采放 解放 iteit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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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以前改变了人们很多生活 过去大家说我要尽量靠近洛杉矶 那帕萨蒂娜就离洛杉矶很近 但疫情之后大家就觉得说 这个不是一个首要的考虑了 因为可能work from home 还有就是生活方式改变了 所以现在 耳丸还是在持续的火 持续的上涨 大家在涌入 帕萨蒂娜呢 阿卡蒂娜呢 当然也没有说不好 它也是一个比较活跃的市场 但是相比较尔娜来说 就没有那么收欢迎 那么火爆 这边是什么呢 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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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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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凯美姐姐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生个宝宝自己玩了 不好玩的 你要玩玩一样 好玩 晚上不睡觉的时候你体会体会 今天晚上跟个闹人惊一样 夜姐姐 十一二点钟的时候我们都困得不醒了 他在那高兴的乱碰乱碰碰 今晚继续 你要早一点 早一点关灯 看看 看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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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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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log继续 修桌子继续 来买几个大木桩子 把桌子顶起来 换配件 我们的计划是把这根长的木桩切成三段 每一段45寸左右 然后把这三段放在桌子底下 把桌子架起来 然后把厂家机给我们的零件 替换下去 再把这三根木桩给移除 如果顺利的话 我就可以恢复我正常的工位了 你们可能没有注意到我前面拍的视频 我桌子很高 在我肩膀上 这些天工作都不是很很方便 希望明天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Let's see 讲到往新港耳腕班 我们这间新港的千万豪载listing 今天过户了 我的Dream House 说起来很难过 我一直想给大家拍一个这个房子的完整的House Tour 我拍了差不多四五版 我自己剪了好多次 我都不满意 因为我实在太喜欢它了 我太喜欢这个房子了 在我心目中是一个完美的房子 我的视频展示却达不到我想象中的那个完美的标准 我觉得配不上这个房子 所以一直没有放出来 但后来 后来有个买家感兴趣 对 所以就谈成了 今天晚上过来交钥匙 它即将是别人的房子了 高兴又难过 高兴的是帮客人前年吧 爸爸爱买的 今年我们一千多万卖掉的 难过的是我的Dream House 要变成别人的房子了 而且他买了之后 他可能会做大的装修和升级 你想把它再买回来的时候 可能就不是一千多万的事情了 这是我重复讲的一个话题 就是我们普通人打工挣钱的速度 永远赶不上高端房产涨价的速度 太难了 太难了 要买趁早 早一天都是好 干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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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 你是 跳舞人啊 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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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好了朋友们 这就是今天的Vlog 因为有观众网友留言说 实在太想见Hidy了 所以不更新Vlog 那关于我们滑雪的视频 还有很多 做一个下半集吧 跟大家讲一下 还有很多有趣的事情 有趣的人们 对 那Vlog跟滑雪的视频穿插 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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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